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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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曲 李宗盛 风暴中的雨 云翻涌天晴 莫得命运黑夜的雨衣 彩虹在暗地 等一个寄予 张开翅膀轮回有我决定 如果它在心中相根 但开花在生命最后 只想要飞翔 一次分去抵抗 就在挣扎和无奈之前高昌 只要像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真只要像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你若有梦 就让你和别人不同 这里的榨浆面 做得真的跟妈妈的一模一样 你说什么 想想 再过十天 就是我的生日 我今年二十八岁 你要我找的那个人 我找到了 就是我 怎么是你啊 这是我要问你的才对吧 九哥呢 在睡觉 不要打扰他 他刚刚才休息 让他睡一会儿 睡觉 你该不会这几天 都住在这里吧 是啊 我现在是无家可归 在这里正好可以照顾九哥 你看 这个家我收拾的 是不是特别干净 九哥看着心里都开心 那些衣服 也是你洗的 是啊 钱贵吧 来 坐一会儿 我去看一下九哥 等等 我跟你去 你这人走路轻一点好吗 轻一点 我问你 九哥最近怎么样 吃得不好 睡得不好 可能为冠叔叔的事情 难过吧 去看看他 轻一点 轻一点轻一点 你穿着大皮靴还走路这么重啊 轻点 你穿着大皮靴还走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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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理他 你穿着大皮靴还走路上 你穿着大皮靴然 死了 牛 TRU 放上去 以及 上去 轻 Krie 是他自己出去的 那就好 那就好 我说你啊 这么大一个人 你也可以堪丢 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吼什么吼啊 张哥大官了不起了 是不是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 他出去又没跟我说一声 你 你不是警察局局长吗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找 找 凤姐 去吧 凌九哥 恭喜你沉原得雪 你是第一个从这儿逃出去 还能为自己洗刷冤屈的人 多谢凤姐 我苗与凤这辈子佩服的人不多 但绝对有你一个 您抬举我了 在我心中 您才是真正的女中豪杰 那我们算是惺惺相惜吧 说吧 你今天除了来看我 还有什么事 我想跟您请教 到底如何才能扳倒冷家 冷家的势力 在上姑盘根错节 从冷世南的岳父冷中温开始 冷家就是上姑有名的权贵 这些年呢 他们又暗中培养了不少爪牙 要对付他们 不太容易 而且 以冷家的行事作风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 所以在对付他们之前 你首先应该学会自保 龙天宇他现在 虽然是警察局长 但他能不能在这个椅子上坐稳 还不太好说 所以 靠他 不如靠自己 我当然不想靠他 也不想给他添麻烦 所以凤姐 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有一个建议 您说 依你目前的处境 我可以引荐你入乾坤武馆 乾坤武馆 不错 乾坤武馆一向极恶如仇 我引荐你入乾坤武馆 一来你可以自保 二来 你可以利用乾坤武馆的力量 来对抗冷家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但是一群人的力量难以估量 单兵作战 不如团结盟友 乾坤武馆最看不惯为虎作倡 获国殃民之事 冷家这颗毒瘤 乾坤武馆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凤姐这么信任九哥 九哥能行吗 我得去找凤姐叔叔 凤姐 若是您让九哥加入乾坤武馆 会不会给武馆带来麻烦啊 乾坤武馆从来不怕麻烦 恕我多虑了 这领九哥非池中之武 他这样的人能加入武馆 对义父来说也是如虎添翼 我这不但是在帮他 也是在帮义父和武馆 还是凤姐您考虑得长远 还有一个月 我就出狱了 来者也是客嘛 喝点茶 谢了 这是你的 不错嘛 完全就是朝中有人好办事 对吧 龙队长 您这个官当得不错嘛 我告诉你啊 以后好好做人 要是再做前犯科 我也饶不了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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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坐在这儿 这个时间你没事干啊 我已经设立一条专线 警局有什么事会打到这里 你的意思是九哥不来 你就不走了呗 嗯 你可算回来了 龙大哥也来了 你去哪儿了 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 我就随便出去走走 哦 九哥 九哥 你饿不饿 给你做点好吃的 嗯 龙队长应该是没有时间 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有有有有 我有时间 这个官当得不错嘛 官越大 人越闲 行了 赶紧坐吧 怎么啦 龙天远 你几个意思啊 当了大官以后 吃不惯我们的粗茶淡饭了是吗 我说你这个鱼怎么骗的 里面的刺都没有清除干净 还有啊 我刚才吃这个蛋 里面还有蛋壳 这个菜也是 老的叶子都没给挑出来 你整天就给九哥吃这样的东西 妥当吗 我 我觉得挺好的啊 好什么好 多不健康 哎 龙天远 你怎么跟阿婆似的 哎 你告诉我 你是来这儿找茬儿的是吗 是 您现在是警察局的局长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又不求你 你不要在这里摆谱了好吗 我那可不是那样的人啊 你没有看到他 嚣张跋扈的样子吗 我嚣张跋扈 行 行 行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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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警察局打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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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龙局长在 对 好好好 我现在就给您叫过来 好 真的是警察局的 来 吃饭 喂 喂 哎 局长 我是吴三十 三十 什么事情 今天圣约翰女子监狱的 典狱长打电话找你 你说什么 说今天林九哥上午去过监狱 探视苗语凤 你可不可以自己处理一下 行行行 好 先这样吧 你还吃饭 不办事了 吃 事情都处理好了 这么快 你不回去啊 不然这样 晚餐我来处理 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你一天到晚 在我们家吃饭啊 还有 萧嫣想吃什么 也一起想好了 加了什么东西啊 安神水啊 这个加进去以后啊 堆泡走 这什么 安神水 什么功用 几个意思你 可以睡个好觉 睡好觉 晚饭做好了吗 晚饭 等着瞧吧 干什么呢 不是说要去吃饭吗 我跟你说 从今天开始 你住我那儿 等等 我为什么要去你家住啊 你让我每天对着你这张脸啊 还不如去牢里面住呢 那也行 监狱那边我也熟 反正我不走 我就在这里照顾九哥 我说你一个大男人 成天游手好闲 你这样对吗 不行的话 我在警局给你安排工作 你觉得怎么样 龙天宇我的事你少管 管后你自己 小凌峰 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你算老几啊 九哥都没赶我走 你凭什么赶我走 你不觉得你跟九哥住在一起 不太方便吗 我跟你住在一起更不方便 九哥是个姑娘家 别人会说闲话的 哪儿来的闲话 不就是你 防着我 是 我就是防着你嘛 今天 你忙了一天 累了吧 休息一会儿 等你休息好了 我要走之前 叫上你 开门啊 开门啊 有病吗你 吃饭吃饭 凌峰呢 他 他说他忙了一整天 累了 想休息一会儿 我们先吃吧 来 尝尝我做的菜 怎么样 好吃 好吃呢 你就多吃一点 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 要是你真的喜欢的话 我可以经常来做 我问你的问题 你问 我是除了香香以外 第一个吃你做的饭的女生吗 不是 龙田鱼 有时候跟女生 不用那么坦白的 你就算说我是第一个 我也不会觉得你在说谎的 我 就不想对你说谎 你喝一下这个汤 这个汤啊 清淡又健康 这是林局长教我做的 很轻淡淡 很清淡淡 九哥 局长的案子 我没有放弃 我知道 你永远不会放弃的 还有 乾坤武馆 虽然是一个正派的武馆 但毕竟它还是绑灰 你看苗宇峰 最后还是进了监狱 我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把这一切都交给我 让我照顾你 这个 是我娘 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我知道现在 这个时机很不合时宜 局长的案子未了 伯父又刚刚过世 可是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表达我对你的心意 我知道对你来说 我可能是一个不解风情 说话直 又像木头的男人 我也知道 我这样做 会被很多人笑话 说我不懂浪漫 明明连你的手都还没有牵过 就想着求婚 但是我相信 我们明白彼此的心意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只想一辈子对你好 甚至随时 可以为你拼命 你 什么时候下来的 你这求婚也太感人了 怪不得 你刚刚着急把我轰出去 但你不觉得你刚刚的行为 太卑鄙了吗 行 九哥 那我也跟你求婚 还记得这枚红宝石戒指吗 这可是我们在船上的定情信物 那天 我帮忙收拾你房间的时候 无意中在你的手势盒里发现的 你还留着我的东西 这说明 你心里还有我的位置是不是 是 小刘峰 你干吗 我还没说完呢 借一步说话 干 干吗 你别无理取闹 谁无理取闹 你 我对九哥是真爱 更何况 你要知道 在九哥还没答应你求婚之前 我们俩就是公平情争 再说 你把我锁在上面的事情 他知不知道 我 我就要告诉他 你为了达到你自己的目的 对我非法拘禁 行 我呢 可以暂时不带你走 你也可以暂时住在这里 不过 我们要约法三章 第一 一个月之内 找到地方搬出去住 不然就住我那儿 第二 不准帮九哥洗衣服 也不准帮他放洗澡水 第三 早上八点以前 晚上九点以后 不准进他的房间 我凭什么要答应你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把你轰出上股 你别太过分啊 你知道我有这个能耐的 行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还是这个 我帮你帮我 干什么你给我 九哥 我还有点事情 就先走了 我说的是 你好好考虑一下 晚饭就你们两个人吃 记得我的约定啊 把东西给我 给我 强盗吗你 你可千万不要跟这种人来往了好吗 三十 这么晚了 什么事啊 这是点狱长托人带到警局的 说是你之前找的东西 谢谢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你呀 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不要胡思乱想 有我在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打印你的都做到 那把山海的遥远 不算远 回到你身边 还平面的星光 也能将黑暗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只想一辈子对你好 甚至随时 可以为你拼命 我将对你的执着 都化作翅膀 跨过夏天的火热 和冬的波凉 我既然说过爱了 就不想收场 又成得起的倔强 一个也疯狂 我所谓这世界怎样 我要陪你护的翅膀 爸爸 回来了 蒙初他怎么样了 已经退烧了 那就好 我们去书房说吧 好 副市长的人选定了吗 定了 明天就会正式宣布 这样看来 是彻底没戏了 这帮人 捞钱的时候比谁都快 上官的时候 又比谁都大方 让那个龙天宇 去当警察局的局长 这不是又当婊子 又立牌子吗 什么好事 都让他们给占尽了 这帮人家的事 也许多是有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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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得有一样握在手里 爸爸 我有一个提议 说 这次我想跟沙门合作 我们只负责从水路运货 让沙门去分销 一是 以后不用再建什么制检厂去遮掩 二来呢 万一出了事 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给撇干净 还有 和沙门合作 我们朗家背后 就有了帮会势力 很多事情 就不需要我们再出手了 这主意不错 但是沙门会听话吗 爸爸 势在人为吗 既然你那么有信心 这事 由你来办吧 是 立威 最近越来越上道了 在庭审上力挽狂澜 在生意上又打开了销路 这都是爸爸教导 最好 也是也是 我冷是男的儿子 能查到哪儿去 虎腹无权子 那爸爸 我先去忙了 虎夫无犬子 说来说去还不是一条狗 先干了这杯 冷少这么瞧得起沙门 沙门顶当小犬马之劳 只是 怎么 沙门吃不下这块肉吗 沙门好歹是家大业大 胃口是有的 只是 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 沙二爷都做不了这个主 那还能有谁做得了这个主啊 不满冷少 我沙二爷这些年也是屈居人下 沙门真正的掌门人 是沙震天 沙震天不是去年就已经死了吗 是 大哥是死了 可是大哥他有后啊 我和沙门的弟兄都奉这位大侄子为新主 是 沙二爷 真人也 应该的 那您的这位大侄子他人在哪儿呢 现在人在上海 过几天就回来 不过我对这个大侄子不太了解 但据我所知他不太好说话 这点不用担心嘛 这做生意嘛 大家都是为了独裁 我相信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 冷少说得对 来 沙二爷 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好 合作愉快 对了 沙二爷 之前请你帮忙打听的人 现在有消息了吗 哦 你是说你的妹妹吧 真不好意思 目前还没有消息 有劳了 爸爸 九哥没有忘记对你们的承诺 我明天要去乾坤武馆 为什么 这 你一个姑娘家去武馆干什么呀 那幅画你出手了吗 出手了 对了 你看一下 钱全部都在这里面 这么多 对啊 我想 如果你拿着这些钱远走高飞的话 下半辈子什么都不用筹了 帮我把这个钱分成十份 九份捐给孤儿院 一份留给你 你为什么给我钱啊 我不要 这是给你卖画的佣金 拿着这笔钱 离开上姑去哪儿都行 你这什么意思啊 拿钱打发我是吗 你不想想 我是那么好打发的人吗 我不是打发你 是出于朋友的好意 我不要 我不要 拿这个钱不光是被别人笑 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你不要那我全捐了 这钱的事不说了吧 再说我不会离开上姑的 前路很危险 我不想再 就因为前路很危险 所以我不会离开你的 九哥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好吗 你听好了 我不要你给我任何的承诺 我留在你身边 也没有想过你给我一个结果 我知道你喜欢龙天宇 你喜欢他就喜欢他呗 我又不会评价你的眼光 你要知道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如果万一有一天 你发现我比他好 到时候我不在你身边的话 你不是后悔一辈子吗 是不是 九哥 你就让我留在你身边吧 好吗 我是觉得对你不公平 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只要你让我留在你身边 这就是天大的公平 这样吧 如果以后 我喜欢上了别的人 到时候你不要怪我 行吗 好不好 我不怕你怪我 我怕你后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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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嗯 二位稍等 我去请苗老爷子 嗯 哎 哎 这么看来 这个武馆来头不小啊 这当家人苗老爷子 更是不一般 尚姑多少警察局 管不了的事 都是他管 你这么说 这乾坤武馆 岂不是抢了 龙天宇的饭碗啊 晚辈林九哥 见过苗老爷子 跟诸位师父 这是我的朋友 萧凌峰 老爷子好 诸位好 请坐 林小姐的事 阿凤已经跟我说过了 她极力保健你 入武馆 承蒙凤姐垂爱 还请苗老爷子成全 不知 林小姐以为 我们乾坤武馆 是个什么地方 乾坤武馆 素有民间警察局之称 平人若欲不平 必拔刀相助 在尚姑承恶阳善多年 深受百姓爱戴 乾坤武馆 就是一座武馆 它只不过是 我们这些武夫 强身健体 以武会友的地方 林小姐 阿凤薄举你 我自旦高兴 不过 武馆有武馆的规矩 只要你能接住 我这三招 那么乾坤武馆的大门 立刻就向你敞开 好 那晚辈就依武馆的规矩 向前辈请教了 请 林小姐 请回吧 没事 我们走吧 走吧 我们走吧好不好 谁稀罕他们这个破武馆啊 你看那老头子这么倔 这都什么人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乾坤武馆收弟子的条件 我都符合 再加上有凤姐的推荐 为什么苗老爷子 偏偏难为我呢 难道他们怕得罪冷家 我在监狱里听说了很多 关于苗老爷子的事情 他可是江湖一带传奇 绝不是怕事的人 不过九哥 我们不要进这个武馆了 好不好 我也看不惯 你每天跟这些男人 打打杀杀的 是不是 我们想别的办法 对付老家 不行 武馆我是肯定要进的 我跟他们是同一类人 要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 你放心 总有一天 苗老爷子肯定会收我的 谢谢 不用谢 我今天不收他 也并不是完全以为你的托付 莫非老爷子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他确实是一块练武的好材料 但是我们习武之人 讲究指 敬 安 律 德 这五个字是必修的功课 今天我跟他一过手 我明显地感到他身上缺少这个敬 其实习武和做人是一个道理 以异灵气 气变身躯 才能够领悟到武学和人生的精髓 九哥他 现在需要摸一摸身上的锐气 确实 其实 我不想让九哥进武馆的原因 也是这个 他现在一心只想搬到冷家 完成他父亲生前的事业 我担心他心里急躁 会做出冒险的事情 这些事 还是交给我这个男人来做 比较妥当 天宇 我知道 你身上的责任重大 但是你放心 我乾坤武馆门下弟子 只要你能用得上 随时候兵 苗老爷子 您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讲 我听说沙门的少掌门沙丰 就要回到尚姑了 你一定要留心这个人 我也有受到封声 苗老爷子 这个沙丰他 到底何许言言 当年他被沙震天逐出了尚姑 后来去了上海 成立了自己的帮派 这个人做事 极不守规矩 下手狠辣 人称消灭阎王 他在那上海滩的江湖上 早已经是臭名昭著了 既然如此 他回尚姑 又是什么用意 他回尚姑 应该是继承沙门掌门的衣钵 我听说他已经将上海的军火 枪支弹药武器 都转运回了尚姑 这下 怕是又要交起尚姑的风云哪 天宇 你要当心哪 苗老爷子 您放心 我一定会读留意的 照片上这个人 名叫沙丰 沙震天的儿子 也是沙门的继承人 上海有很多案件 都和他有关 可惜警方 一直没有证据定他的罪 听说 他还是个隐君子 据宪报指出 三天之后 他会带一批军火来到上姑城 各位 打起精神 我们有一场硬仗要打 是 马头 八号火船 行动 是 你 三天之后 她在这上我 还有 掌握 五月 西医生 武器 特仗 俗 老爷子 懂不懂规矩 我现在怀疑你们这儿有违禁物品 公事公办 不管你是什么蛮 让开 就你们这帮臭警察 再不让开别跟我们不客气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搜 谁要敢妨碍公务 全部带回警局 是 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大呼小叫的 不就是搜查吗 搜 随便搜 搜 是 局长 看到一个小子上搜 这里 你这种品 就算是私人物品 还是要麻烦你配合一下 可以 不过我把话说在前面 要是搜出什么来 我跟你走 要是搜不着 你得给我个说法 行 都在说要是搜得 你得给我盖 一只堵 我推荐 要擁 谁都在这心有小事呢 谁都在先跟我走 你对我 会有什么厉害 你不得了我 修着寒冷的蜻蜓 浪潮涌动着 万丈人生情语 她的喜怒你我不能参与 但梦面俱下 孩子般的顽皮 曾无声无声地逝去 你的每一条消息 都是我的风景 生活总是难言怀疑 在那个夜里 上天自语的经历 天栏干河墙壁 当不出落叶化成纯粼 那雨飞翔的秘密 那些过往痕迹 就让我深深刻在心里 那些过往痕迹 我深深刻在心里 我深深刻在心里